王爷心狠手辣,又有一个全天下都胆寒的武器 一支万年玄铁制成的铁纸 无论是以天剑屠龙刀 只要他亲戚一家,就能让兵刃两断 再是一计暴击 二指金缠直戳对方咽喉 对方瞬间毙命 但他的野心不止在武学 这天他派人围攻皇宫,谋权篡位 皇帝不忍屈辱,含恨自吻 皇后撞在剑尖,随皇上息去 夫妻二人双双被逼死 唯有两个太子存活于世 他们被藏在这十个婴孩之中 被侍卫们抱着朝四面八方逃亡 不想半路一红衣大汉满路 他乃王爷手下火僵 手上拿着会喷火的尖刀 朝着地上随意一丢 棍子上的火瞬间窜到地上烧了一片 紧接着,随着一声大爆炸 十个抱着婴儿的侍卫,六个被炸死 而其中一个带着太子下水道逃跑 而剩余的三个侍卫苟延残喘 继续徒步前行 却不想,阴险狡诈的九王爷亲自追来 两个同伴为了拖住九王爷 被活活扎死 剩下的那名侍卫 毕竟千辛万苦逃到少林寺 此时追兵追来 侍卫与一众追兵对打 身负重伤 还要护着太子 三个傻和尚一年轻时违反禁令 不能踏出寺庙半步 只能观望 他们想救太子 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料,无数尖刀朝侍卫次来 侍卫为不让孩子被刺 将他丢出去 三个傻和尚 一个猴子捞月 直接将孩子抱住 既然破了戒 那就放手去做 长眉和尚跳上追兵盾牌 双手双脚齐发功 指一下 就将所有杀手击杀 而那侍卫更是在临死之前 交出传国玉玺 给三个疯和尚 从那刻起 男主就被三个疯和尚收养 而疯和尚所住的疯人院 是少林后山的禁地 除开男主 吴小贝进入 三个疯和尚 怕没了传人 于是就将自己 全身本领倾囊相授 这一晃十八年过去 当初的那个强宝婴儿 已经变成了个英俊的帅小伙 他勤学苦练 使而还要被三个疯师傅捉弄 男主推门进屋 二师傅一棍子招呼上 接着大师傅三师傅 对男主呼喊 带男主进房 一个从房梁翻滚的木桩呼啸而下 直接将男主打倒 他好不容易站起来 在三师傅的奇拿术中 又挨了好几个大逼斗 为了能让小徒弟更厉害 他们将少林绝学 一津津融入 再不经意地打斗中训练 直到他 已经可以平步江湖 而另一边 被当朝丞相 收留的二太子 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 一心想要为父母报仇 于是 在当年逃脱的古侍卫的调教下 变得一身绝世神功 可终究还是欠了些火候 唯有得到优能铁掌克星一金金 他才能取得胜利 为此 为早日给双亲报仇 二太子便拿上 先皇所赐的上方宝剑 前往少林寻找一金金 和尚来宅院超度 不料一女鬼突然现身 五指长出黑色的指甲 朝细皮嫩肉的和尚抓去 指甲插入和尚的头 他瞬间毙命 眼看僧人们受伤的受伤 隐命的隐命 女鬼也眼冒红光 驱动长矛 向领头和尚赐去 男主只有躲闪无力招架 转身就逃 巧合的是 路过的二太子恰巧看见 两人一见面就颇有默契 二太子使出上方宝剑 一剑击杀恶灵 转眼恶灵就化为一阵白烟 因为这次遭遇 二人一见如故 二太子得知男主是少林弟子 而自己正好要去少林 便相伴同行 来到少林寺门口 两人告别 二太子为了取得少林一金金 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见到了方丈 方丈问二太子 为何直立于一金金 二太子怕牵连少林寺的人 打死不说 于是方丈便许诺 只要他能闯过十八罗汉阵 就给他看少林一金金 复仇心切的二太子接受挑战 手持上方宝剑对战十八罗汉 十八罗汉摆出最稳固的三角形阵法 在二太子竞争之时 乘无功飞天 简简单单一晃 就将他打晕 他也因此被关到了后山禁地 男主知道二太子不是坏人 前去营救 却刚好撞见少林奸细 正准备对二太子图谋不轨 他与这两人一番对打 不料那老和尚 对男主处处下死手 奈何男主早就学得了三傻大师的功夫 棍棒一挑 竟将老和尚摔上尖锐的石像 随即他拿出上方宝剑 割断绳索就下二太子 两人出门就要走 十八罗汉却以力城墙 拦住他们去路 男主拿着铁棍与十八罗汉轮番对打 击退一群人 又来一群人 源源不断 好在武功精湛打过众人 十八罗汉见到大事不妙 高举金刚圈 成武功飞跃之势 再次朝两人发起进攻 两人一时反应不及时 吃了个哑巴亏 好在他们默契配合度极高 一个弓上一个弓下 罗汉们腹背受敌 终于被击败 可罗汉们又排成人墙 朝着男主压下 男主以一人力敌十八罗汉 而一旁的二太子看到这玄妙功法 当即认出 这是少林绝学意津津 拉着男主转身就要走 奈何十八罗汉使出绝技十八索连环 将两人团团紧锁 这下他们麻烦大了 这三个高僧有多厉害 一个弹指 十子便砸中下一代少林方丈头顶 犯着亲子又不流血 力道刚刚好 方丈再也不敢阻拦 不敢说话 因为一阳指他都没学过 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三傻僧的徒弟离开此地 二太子恳求男主 用一斤金帮自己除掉王爷 为父皇报仇 三个师父没有阻拦 反而将男主喊住 将保管多年的玉玺给他 男主并不认得 急忙拿着离开了 男主两人决定先回城相府 从长计议 不想半路遇到冰火二煞拦路 他们一人拿着大火箭 一人拿着急寒与骨叉 齐齐朝着二太子砸去 二太子虽然有上方宝剑护体 但终究还是年轻 无法以一敌二 很快落于下风 好在一旁的男主出手 与刀喷火焰的火将对打 趁其不备 挑起对方的腰带 一手少林棍法横打而下 送对方见阎王 而一旁 丁江在二太子这讨不着半点便宜 被一刀砍死 解决完这两大害虫 两人也算是为当年的侍卫报了仇 随后两人来到了丞相府 可眼前的一切 让二太子泪崩 庭院横尸满地 丞相也奄奄一息 二太子连忙跑过去扶 而暗处一道身影提刀而来 这满身是血 正是古侍卫 男主立即给他止血 不想身上的玉玺掉落 钉死的丞相 根古侍卫看见玉玺 当即认出 眼前这人是当年的大太子 两兄弟相认 他们决心为父母报仇 可惜丞相和古侍卫 已经不至身亡 眼看时机已到 两位太子提刀 找到九王爷 九王爷迎着两人的刀棍 连番两个跟头 单手将两人的刀棍压下 再使出金刚铁手 想要偷袭二太子 大太子为了帮助他 拿着铁棒银机 九王爷看到这攻势 连忙躲闪 没想到 探似轻巧的一棍 竟将石碑打烂 九王爷飞上轿子 与两人继续斗 这小小轿子暗藏玄机 一个没留神 机关启动 左右转动 却将二太子夹住 九王爷提刀朝着他刺去 好在男主及时反应 连忙朝九王爷攻击 九王爷转换目标 二太子才得以逃脱 此时教夫转换方向 朝两人夹击 二太子不设防 被瞬间击飞 晕倒过去 男主半点不慌 用钢棍将轿子掀翻 九王爷落地 被男主一通消耗 气喘吁吁 男主攻来之际 九王爷使出车下飞刀 男主后退躲地 一个不留神栽倒 手臂被刀刃刺中 无奈 他使出少林绝学一金金 以一人之力 将轿子击碎 紧接着便去查看二太子伤势 不想九王爷趁机偷袭 二太子的动作更快 砍掉他的发际 九王爷却使出杀手锏 铁纸断剑 想将最强上方宝剑折断 却大大高估了自己 反被宝剑断了铁纸 而两兄弟也不在手下留情 他们双剑齐发 用一金金工法将棍子猛地一敲 九王爷变成了缩头乌龟 之后完成复仇的两兄弟分道扬镳 大太子了却前程往事 继续去当自己的逍遥和尚 二太子则继承了皇位 成为一代民君